一欧消息,9月5日,杰信集团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财报,财报中披露了杰信消费金融公司,下简称杰信,上半年财务数据。 财报显示,杰信上半年亏损4200万欧元约3.32亿人民币,其中Q1累计亏损8800万欧元约6.98亿人民币,Q2净利润4600万欧元约3.65亿人民币。 对于第一季度的亏损,业内普遍认为,一是杰信线下模式资产过重,二是杰信通过高反忧和灵犀产品抢占市场份额的运营成本过高。 对此,杰信方面则表示,在半年内扭亏为盈的关键在于落实国内整体消费信贷市场的监管新政策,风险控制成果明显收文。 财报显示,在销售方面,截止2018年6月30日,接信的贷款销售网点覆盖率从约23万8千个,增加至约25万1千个。 在融资领域,2018年Q2接信成功发行了15亿人民币的三年期金融债券,并取得了AA加评级和1.6倍超额认购。 接信方面认为,金融债券的成功发售,不仅开发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也充分表明了投资人对杰信的信任和信心。 公开资料显示,杰信旗下的消费金融产品共有两款,一个是商品贷,另一个是消费贷。 商品贷主要以线效为主,只用户在与杰信贷成合作的商店内进行商品等额稳息分期付款,包括手机、家电、摩托车、电动车和电脑等消费品。 消费贷是杰信推出第一款线上现金分期产品,额度在2000到5万之间,用户可以分为67至48期进行还款。 在利息方面,以商品贷为例,用户在杰信申请5000元分为12期还款,每期应还502元,经济算其年化利率约为20%。 据了解,杰信还推出了一款名为灵活保障服务包的增值产品,其中包括延期还款,变更还款预期,灵活提前还款,个人保障等四项服务。 杰信官网介绍,灵活保障服务包是为用户减轻未知风险到来时的经济压力,解决还款过程中各种未知的不确定因素,为用户提供更灵活的还款方式,及相应的还款保障。 对于2018年下半年的业绩预测,杰信集团董事长依西施梅泽表示,我们将继续巩固市场领导地位,以多元化的产品,吸引新客户,获得市场份额。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